請坐 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好 我為我介紹一下 簡單 我是去年4月20 4月20我回來台灣 回來台灣我就開始上課 我是在美國的時候 我自己上網路去看到 這個看到我們民政府 我是從第六期在網路看到 一直看 看差不多應該有 要將近一年 我才回來上課 我上課的時候是最二十八期 上完課我就回到美國了 11月 去年11月我們要參加 這個日本天皇的行政 我才回來 回來以後 今天要說的事情 頭到尾 到這時候應該是半年 的時間 我不是學這個方面的 就是選團的這個部分 我不是學這個方面的 但是我很用心 我只要這樣說 既然不是我的專業 所以我的想法很簡單 我要把這半年來 你們早在小組討論 拿到那個問題是 最新的問題 我要向各位說 就是說 我這半年來 我是用什麼心情 來做這份傳單 這份傳單 到這時候 我們在用是很好用 但是 不是只有本來而已 你還可以改稅 因為你如果沒有去改稅 這份傳單 拿到對方的手頭 上面沒有用 所以 稍後 我們支援裡面 有四位 動心 在這個 在我們土層 那個 星島附近 有一個 順天府 他那裡有 五百人 一會 17點半才跟我說 所以 早上是我們 小組開會之前 我才知道這件事 所以 今天 因為現在10點我人要在這裡 所以我就拜託他說 他四位去跟 掌護人那裡的 選團聘 我現在 我開始說主題 因為我們才1點鐘而已 我說比較快的 你如果是 有需要我等的 內容 你可以 這次 如果沒有帶隨身庭 沒關係 你下一次有機會來 你可以把後面的人Copy 因為 這個問題 你如果放在電腦 你如果要改稅 按圖說故事 在我們新地區裡面 已經有辦三次了 就是說 用我們現有的這些資料 就剛才我們在座邊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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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今年催之前 我連唱卡拉OK我就會怕 我就不敢在唱卡拉OK 但是沒辦法 到這個探索了 我相信在座各位 有一天一定要拿這支麥克風 因為基本上 我早上有跟我們樓下有幾個年輕人說 我說你的年紀 要讓你當天上是不可能 就這麼年輕 二十多歲而已 你勉強是做什麼鄉長 要不就市長 你現在坐在這裡最高 你還在做精英班 表示一件什麼事情 你相信不用多久我們要拿到賬款 你要拿賬款 你政府最低喔 不可能說今天拿到賬款 你去做市長 我市長來做你的助手 不可能 我這裡我本身就有很多人材料 我沒可能說我還抓人來幫你賬三天 有 我們裡面有很多參議員 但是這些參議員跟你不一定會認識喔 他也不一定會幫你幫忙喔 這些人到底他的操守好不好 你不知道 所以我說你的年紀 你現在要開始去找什麼人 開始去找你的當創的 你的消滴 消滅 因為最沒有你知道他不會害你啦 你現在你不用跟他說 因為你剛才剛才上完課 沒多久 你不一定說得贏他啦 但是我們現在有很多 一些比較好的 比較簡單的文選品 你現在就開始分了 你本來不要跟他說 不要跟他說 你這個我這裡同學四五十個 我都跟他分一分 你可以跟他說幾個 拿去參考 你當作我笑也沒關係 你都把這個問題給他 都不要說 有可能這五十個裡面 三個月以後有一個人來找你 這個人三個月以後來找你的時候 三個月最沒有你也有一個提起 或是支持你的 沒有 我跟你說 我們鐵路政策 你當那個市長 可能沒有三個月就要下去了 因為沒有你的人 所以齁 製造的各位 沒多久 你如果鐵路政策 你就已經會去找你們市長 會跟你認命 在那個時候開始 你要開始自己會聽話 沒有真的 一個節目給你 你會害啦 我是這樣想 很簡單 我不是老人 我不是什麼教授 我 我黑手的 我這個政策就寄回去 但是我很用心 只要用心 別人好的東西 我可能這半年 我對0分到30分到40分 我可能怕半年 我希望各位 你如果有心 你把這個資料拿回去 你有可能對0分一聲你就能跳到50分 我是希望每一個人可以用我這些東西 你再加的東西下去 變成你自己會 這樣你不用 像我剛才回來 從沒有開始一步一步 我現在開始 我剛才開始 這個時間點 是去年11月 那時候 因為我四月份 我回來台灣 這中間有半年 我沒有在台灣 但是我發明了一件事 就是說 在四月份 到十一月份 這中間 這麼多個月 我回來以後 我發明覺得 好像沒什麼動作 因為那時候 我們認識 還沒那麼多 都全 你叫動心 來上課 沒有你選團 都叫人來辦事 分證 這個事情 所以我回來 我覺得 這好像有段步 欠缺 那時候我們中央的文宣 差不多都在說法例 全文獎 全理 那那種理 有時候 我們說要去拿給 出民主 他看到那些文獎 他看他也分了 他也沒心 就算那些文獎 全部台灣 全全反對 也不是只有那些文獎 有辦法改管 而且你如果 把那些文獎拿來用 都大工 都是佔領不得已 轉主權 流行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你如果還要了解清楚 那些文獎很多 那些很有心的人 在帶他下去 所以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就 跟我們秘書長報告說 這樣好不好 因為我以前有開咖啡店 我咖啡店 我有一個圓桌 我自己內心有一個圓桌 我店開在那裡 那一間店很大間 一二樓加起來要200倍 但是我人家英文不夠了 不夠要怎樣 我就自己自修 自己去學美邊 自己去一些衣服 我就去 開始 開始做的時候 當然是沒有萬一 但是 總是要開始做了 所以折價券都在做 折價券的時候 你要那個折價券 這個概念就定義說 我們今天要讓人民獎 相信我們是政府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做 頭一張的傳單 那個傳單就是說 我們上頭有多少牛肉 牛肉有多少 這樣讓人說 給他吸引 讓他覺得 還不錯 這六十五歲以後 可以領八百塊到一千兩百塊 十八歲以後 十八歲以後 十八歲的政府 還分一間房子 全民間報免錢 我就把這個問題 給秘書長報告完 就開始做了 這頭到尾 差不多沒有到一半 差不多四天的時間 那時候我們就已經 開始有鎖定說 在酒裡面的捷運站出口 我就跟我們現在這位同心 就是 剛開始這個叫做黃天明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參與在三重捷運站 三重捷運站 三豪雅齊亞捷運站 我兩個人 晚上七點分到八點半 一天都分兩百五十分 就在日本 分差不多三禮拜左右 其實我那個時候 我在日本 我自己心裡 也知道效果不好 但是我沒辦法 因為我 我不是酒店 我也不知道我們酒店 要做還是不做 所以我兩個人 就自己 站在那裡 在日本 在日本 我要跟 有心的人 要把他打開 所以我叫他說 你不要一天給我 那一天 那一天 我們六七天 你本身鄉 本出去 因為你知道 捷運站的地方 本來那些人 有那樣感到 拿到那些傳單 他就來找你嗎 不可能 但是我自己心裡 我清楚 我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讓願意要來參與的人 人加多 但是這個要時間 我知道要時間 但是你不做 你要來時間 就像我剛才說的 你現在不肯 跟你的動作 你的好朋友 說這個事情 你怕他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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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不做 等一下有一天 你可能是前一天要離開的 因為你沒辦法 後來 我們一個所在 本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也有來 後來就是這個 土生的園集街 這個時候就已經七八了 這中間 有三重果菜市場 有那個 亞奇亞三合夜市 有三盒的雜奇 有哪靠的菜市 這一次出門 這一次出門 都差不多七八了 已經不是一個 兩個了 所以這有一個 就定義大家 有一個革命情節 所以這些人 是零零 很優秀的 我今天 這樣在 九山辦公室 開幕 這一次 也是 這些人 你自己的 你看 你看一個 東西 就是說 在我們 這個菜市場 這樣 頭到尾 這樣 大概 大概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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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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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所以 台灣人 人心肝臨 老公主說走 因為這沒辦法 我在美國回來的時候 應該是差不多第三禮拜 我去我老 我回到三禮拜才去我老婆那裡 我老婆說 跟我說一句話 你也好心 外面那家庭頭的說話 不要那麼大聲 我怎麼說你知道嗎 我老婆現在七十多歲了 身體也沒說太好 但沒辦法 我沒這樣說 我也以國比較煩惱 我說 你們好生是生理人 在美國有家有母有兒子 我不敢摸生命的危險 因為我相信 我現在你參與的民政府 百分之百是安全的 我十天回來 你如果還叫我不要說話 我後來不回來吃飯了 這一次就整個說得比較清楚 不然你現在 你說不不不 他也是煩惱 他我老婆 他熟了五十年了 可能我阿公 他的任務你真的不說了 那不可能 我就直接說得清楚 後來我就去做 我們秘書庭那個網路 那個 開幕式 閉幕式 你講的內容 你知道嗎 我就準備好聽 但是我在想 他也沒什麼看 但是最沒有 我把政府拿給我看 但是後來經過一段時間 他就不再跟我說了 這樣前面還沒多久了 這樣還兩個有半月了 但是沒多久以前 他有跟我說 你們那兩個小妹子 他如果比較容易 他就去上課 到這段也不來 我也不管了 這段傳單 這段傳單就是我們 第一次 就是我剛才跟你說的 我們在捷運站本的那段傳單 為什麼用夢 我 你說 我的角度我不怕漏掉 因為這個東西我之前 我沒用了 你又叫我回去用這個主題 我沒用了 但是在那個當下 我認為這個主軸是對的 為什麼 我開始想這個東西的時候 剛才有一個朋友 他說 彈水兵在選舉的時候 有夢最美 蝦蝦蝦蝦蝦 我是說 怎麼說 是台灣人的夢已經十分了 對不對 這個主題已經用很久了 但是後來用一段 他發現一件事 好像不對 夢是遠 夢如果破掉就死了 因為我們本的過程 我們說 台灣人的夢是遠 夢破掉了 我有一次 我不知道在哪裏 還是哪裡 有一個 那個 不差的一個哥哥 我 有聽到這句話 所以我就 但是我沒想要改 因為這個 這個傳單 已經 這個時候已經有 有 伊花東周也可以 台南 台南也可以 有的人說 可以很好 可以很好 我想要改 也覺得不太好 但是這個問題 又繼續奔 差不多一個月 我覺得效果不好 我覺得效果不是太好 所以 就更條件 後來秘書長說 後來秘書長說 你那個 那個 那個 政府 後來說政府要換人 但是我告訴你 政府要換人 每個地區不一樣 在宜蘭說不夠減 在宜蘭你本 政府要換人 不夠減 在三零報 我們你們本傳單 有一個 有一個 我告訴你 我們 我們在節營站 一個站這邊 一個站這邊 現在一個老母 帶兩個孩子 從那裡走過 我們現在 拿給他 我們是拿這個 房子這邊 但是這個房子這邊 另外一面 是政府要換人 結果那個小朋友 殺到人 過去你知道嗎 他都要把他翻過來 你知道嗎 他就這樣走 意思說 你這個大人 你騙了 你這邊是房子 像建設公司的 這邊是房子 這邊是政府要換人 喔 你這個頭上擺 那個小孩子 那個差不多 休學差不多四五年 的小孩子 鄉鄉民生 給我 我覺得說 這種東西放在台北 實在是 好像 也有太多減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問題 後來我是說 台中應該是更好的 我們 新潔市府 在台中有一座人 他們那一座人 那一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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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一座人 那一座人 有一次跟我說 他說 不要啦 你政府要換人 我們這裡也沒辦法接受 他說連台中的地方 你探主 他說他們那個政府要換人 那個東西 他們那一座人也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後來我也是個條件 因為我們不是專家 現在什麼人專家 就是民進黨跟國民黨 那些文選部 那些人會專家 但是 那些人不會來我們這裡 所以我們 沒辦法了 我們剛才自己母 那些人 你現在看這座 這裡有一座辦公室 這座 這座 這座辦公室 現在 已經順位了 因為太小座 我們要順利 去順利 為什麼要開這座 這個故事 很感動 我們剛才在船單的過程 有一些讓我們的消息感到一件事 就是 你是政府 你的政府說一專台灣 就像中央匯官家 你外面沒有辦公室 會讓人覺得你說你是政府 我把我的身份證都交你 我怎麼會安心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想法 因為本船單已經在那兩個月了 所以就開始說 不然我們怎麼回事 來輕一條錢 來做生理 那間辦公室的儲水 讓這間公司來出 那時候 因為中央那時候沒有經費 所以那時候就是 我們在去年的忘年會 新潔州的東芯 開半小時的火 31個高棟 我這樣欠560萬 這560萬 我你看 我這金工黨 夭壽半小時欠5百幾萬 我告訴你 那時候也有新潔州的東芯 我怎麼是參謀 我們後面的副酒店林張勳 這位 站起來一下 不好意思 他也是我們的高董 我告訴你 這些人不是為了個人 因為一開始這間公司的重置 就是說 我賺錢 給這間辦公室 我賺錢 我賺錢一台車 我會有辦法 支持三個月的儲水 所以用這種方式 我們是用這個角度 要來經營這間公司 後來因為 有一些 總空來 總空外 都有 就是車牌也沒來 不是現在這塊車牌 之前有說一次 所以沒有來 所以公司把他結束 把他刷來這裡 公司的股份也都分出去了 股東都沒有錢 所以 後來就是開這間辦公室 就是第三年報家這間 現在 現在這間 這間就是 在那個地方 刷來這裡 這在 以前你說坐客人家 坐不對就坐來這裡 因為客人家 這總管我走來走去 他聽說 台灣民進府 他投一個新聞就在這裡 所以 他可能沒有給你看地址 還 這間大廚 你花要幾千塊 去啊 找不到 放在這裡 我們聽到那個地方 拜祢跟拜祀 我們都給你辦帥名會 這張傳單 就是這間辦公室 開幕的時候可以 開幕的時候 你使用的一張傳單 這現在還有 還有差不多兩三百張 我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就是 這個問題 從這個地方開幕之後 這張問題很好用 我不知道這幾天 這幾天 你們對 秘書長不知道有在這裡說過 就是說 政治的台灣 跟法律的台灣 有人 清楚這兩個的差別 我等一下解釋 我們秘書長常常說 我們現主席的台灣 叫做 政治台灣 什麼叫做政治台灣 這張表 就是在這間辦公室 生理的時候 所用的 這個問題 很好解釋 我等一下有一段 比較大長的 我解釋給你聽 你只要把這個問題 解釋清楚 我告訴你 很多人 如果是剛才到外省的第二代 你跟他講 你去跟他講 你什麼話 什麼論述 他可能跟你 你講一句 他跟你講三句 你說不贏他 但是你如果跟他講 我們會發力 當時發生的很多的東西 包括我讓你看 那錢 你拿好看 他都不會給你贏 因為那屬實 那不是我們捏造 這張傳單 這也是 這最 就是 上禮拜才贏 這張傳單 是上禮拜才贏 因為 我們這次法府事件 法府台獨事件 我們秘書長 已經把 上頭這個 我本來上頭這個名 我用給各位聽 看你們各位 你們要上幾天 也會上國際班 我上頭本來用的名 是用作 這塊土地是我們的 因為這塊土地 有我們的這句話 不對的人拿手 好嗎 對的人拿手 這樣也厲害 都不對 我跟你說 這塊土地是我們的 還是應該是說 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皇 但是我當時 要用這句話的時候 很多台灣人聽到 日本天皇 它有反感 它有反感 因為你回去 去讓教會 說 他幫你欽造大 他幫你什麼 八年抗戰 他說一些那些故事 所以台灣人 對日本人是反感的 所以我沒想要用這樣 但是 有時候 你做這個文宣的時候 那關時間 很關 就沒有傳單 還剛才之前 還有一些新的東西 就把它放下去 所以難免有的時候 會打錯字 我的傳單上 經常打錯字 但是我沒辦法 因為 那支支師 我會不清楚 有時候 打頭一年 第三年 你打的時候 打頭一年 沒有人可以照顧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慢慢慢慢 我們有選角 越來越多 有啦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選角 做老師的說 後面你文宣 你傳給我看 我修學老師 我幫你解禮 我們好 謝謝 我現在在解釋這張 這個堂 每一個人都會學 你如果會學 你如果會學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有這張堂 沒有 萬人如果沒有 你如果想要愛 很簡單 你就拿隨身爹去後面 回去把它引來就好了 我這個問題 我要用比較多時間 給各位 稍微解釋清楚 在 這個地方叫做 台灣的過期 這是現在 這個未來 這個是法理 台灣是未來 這個 現在我們前的台灣 叫做 政敵台灣 政敵的台灣 這過期 我簡單說一下 因為這已經 可能有人 也沒什麼清楚 一些比較少年 可能不知道 我大家講一下 你剛開始 日本天皇戰敗的時候 那時候的台灣 是麥克阿瑟 委託蔣介石元帥 你就照顏就好了 我都把你寫在這裡 你如果要把它註解 你就把它註解 這都過期 在這裡 當時 減領的時候 有分作軍政跟民政 軍政的部分 叫做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在這裡 民政的部分 叫做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但這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他要後來改造台灣省政府 所以那時候 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在台北 這個名字 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了 只是他來 他要不斷高之前 他要不斷高之前 美國你支持他的政經 他都對我都說 他叫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但是他其實 他一開始 他就知道他是流氓 在38年以後 他就是流氓 在三 我們這樣說 我們都是說一球 但是我怎麼說38 因為 我們待會兒有那些錢 要改稅 所以我 直接用38 這樣 頭隔你 你 銜接那個時間點 比較不會 還要換算一下 他在他 他要不流氓進政 他是贈領台灣 那個時候 他還不可以說 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 還不可以說 但是 在38年以後 他就是流氓政府 但是 他實際 是流氓政府 但是 在裡面說 他是轉進 他是從他那邊的政府 轉來台灣 但是 跟中美斷交 他叫七百年 十二月 三十一月 這個時間點 切割 那時候 他開始就是 已經是 流氓 已經被趕出聯合國了 一個中國的原則 所以 聯合國 好像生立 中華民國 共和國 中華民國 美國在那個時候 就正式 變成流氓政府 現在事情來了 在 他還不 變流氓政府進政 美國跟中華州 這些人 他這就像 像 達賴喇 跟幕前 印度的徒博 是一樣的意思 美國也是在支持他 因為 這個共產黨的 這個版圖裡面 他旁邊一定要放一些 反對的人 美國的統治 比較方便 所以 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 他放在這個地方 是基於反共 所以 美國也是支持 但是 現在問題來了 他的國土 現在 現在 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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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年 已經 200萬 中國人 來台灣以後 你在 19700年 的時候 這200萬 還減他的後代 這麼多人 你要叫他走去哪裡 走去金融媽祖 不夠大 他走去金融媽祖 馬上就讓中國共產黨 他不夠大 他如果中國共產黨 不夠大 他不夠大 什麼人 要替他 顧這個問題 美國也要指 這樣說得不好 美國也要指 一個 人替他顧問 雖然那個不夠用 但是他會背 他聽到 他在背的時候 他再來 處理 還可以扶 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就想辦法 把 要 讓中華民國 繼續在這個地方 替他顧問 他去把台灣的地位 放在 這個美國的國內法裡面 這個台灣關係法 把它放在裡面 其實 這是違反國際法 但是我跟你說 他們這些人很厲害 他們會去簽那個法律法 怎麼簽法律法 這剛才開始要說一件事 當時的大日本大國 日本天皇導航的時候 那個大日本大國的販位 我不知道這幾天的工事有說到嗎 他的大日本大國的國土 他是從北海島上頭的北方四島 一直跟琉球 左邊的主島 還有南邊的台灣跟南海 這都他的 這都他的版圖 你版圖這麼大 他怕你 他一定要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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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這個 大日本大國的這個 這個 因為 這樣說 這樣說 就是說 當時的 台日本大國的 軍力 是很用的 不然 他怎麼有法 在台灣這裡 開軍艦 這樣看過太平洋 走到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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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很簡單的 日本天空 導航 不是說 美國 開軍 開飛翁機 走到他 他本土去把 牽手 導航 導航 不是 他只有 一台飛翁機 兩台飛翁機 一台飛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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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他 找他 找他 他走到 所以他為了 要奉機 當時的 台日本大國 再度崛起 他在台灣 他沒有放這個 這個局不行 但是那個時候 他把 那時候的 蘇聯 他沾了 北方四島的時候 他做一件事 他把 上頭的 日本人 用自己的軍艦 把他載回日本的 本土 那個地方就看不到 日本人了 你看不到 日本人的情形 的時候 他暗示說 減舊 不會變他了 那個時候 中共跟中共也知道這部 因為 他中國的 戰爭 開始均勻了 我待會讓你看到 另外一張錢 你就知道 他在均勻了 他已經通貨膨脹 他應該他的錢 他在均勻 他也要準備後路 他到 中華民國 如果真的 去共產黨打敗的時候 他要去哪裡 他只要 連軍 把當時 台灣這個地方 有六百萬的 日本的後台 要叫連軍 把他的 用他的盾子 把他載回日本 他也要學習 這部 但是那時候連軍 我們現在有一些 秘書長 有看到一些 未解密的 檔案裡面 就是說 當時 連軍 把中共跟中共說 你六百萬人 我哪有那麼多軍艦 我哪有那麼多軍艦 所以 政府跟中共 用一張行政命令 我們 在上海的 過程裡面 那張行政命令也會照出來 就是說 用一張行政命令 一夜之間 那個行政命令 公佈的第二天 全部那六百萬人 全部改變國籍 你都去領 中華民國的新聞證 好了 現在問題來了 這美國人很厲害 今天政府跟中共有做這個動作 所以他在斷高 這頭到沒很久 很久 1945到1978 這裡面已經 幾十年了 他在討論 在這個時間點 他在經過 四個月的時間 在1979年的4月10號 他這個台灣關係法 在美國的國會裡面通過 這個台灣關係法 外面也沒問題 那個關係法的原文 現在藏在國會裡面的 保險什麼收到 你只能看 這個問題 還不完全公開 這個台灣關係法 他就把台灣的地位 放在他的國內法 我問你一件事 戰爭散後 這個地區 因為戰敗 你把它變成你的國內法 這樣伊拉克也戰敗 伊拉克也是跟美國相戰 他戰輸 他也要放在伊拉克的關係法 你報道尼克 那是跟西班牙戰爭 三生的一個結論 到這時候百多年了 他怎麼會不會去 我怎麼把它創一個 報道尼克的關係法 放在裡面 原因就是美國的眼睛裡面 完全看不到 台灣這個土地有台灣人 在當時看到 他暗示要騙你一百年 你這些人還有以前 日本的孫頌的人 什麼叫做日本的孫頌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台灣人以前全培都會去做日本兵 有特殊的人會開始去輸購 為什麼要做兵 你要做兵就是 你有效忠的對象 你是他的國民 不是 他是他的公民 你是他的國土 頂頭的公民 才會去做兵 我最近還在查一些東西 還在查 所以不可以 沒有政策的資料給你 所以 因為他就是 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看不到台灣人 跟年輕人一樣 用這包的 所以 他們兩個人 兩百為金 年輕人跟美國 你如果不要跟我說 我不要跟你說 因為他們都了解國際法 他們都在選台灣 我也在選你 也在選你 憑什麼要說我 所以 我告訴你 這不要國際法 就是這樣去振救 因為他看不到台灣人 但是 我們兩千控浪年的時候 我們秘書長去告美國 基於人權 雖然我比獎 我是俘虜 但是俘虜我也有人權 所以我們過了兩千控浪年的時候 打拳 那個打拳有五項 你們都看過了 那個五項其中一項的事情 五項裡面 其中有一項 就是說 美國的國務院 必須主動協助這一群原告 成立他們自己的政府 我們台灣民進府 就是這樣成立的 但是這數量不夠多了 剛開始我們議員說 要一半的人六百萬 六百萬知道你是台灣人 你才可以拿回來的政權 後來美國有他的公審 他算我們只要四十一萬頂的新聞證 就是這四十一萬人 是什麼政行三省的 不可以說 你怕你處邊桃圍 或是你的兄弟子 你拿到他的新聞證 你就錢出來辦 這不行 你一定要合乎意願 自願合法 這個過的過程是怎麼來 就是我們四個你辦選民會 像我們秘書長有約 我們說讓人聽 聽聽之後 我們的台灣人 知道說 我過去是日本的後代 我想 我主動說我要辦 錢自己出 新聞前 他簽什麼會自己去簽 這樣是合法的 不能像政府跟他說 用一頂的行政命令 總要改變國籍 如果可以改變 換我們現在也改過來了 即日起全台灣的全部是大日本帝國的公民 不可以這樣 這完全維護這個國籍法 什麼叫做國籍法 我講的很簡單 我拿綠卡 我現在拿綠卡 這樣你才可以做他的公民 我們當初我們沒有做這個動作 他用一個行政命令 就把你封掉了 還有順便說一條 他上面有說一個 本土台灣人 目前生活在政治戀獄 什麼叫做政治戀獄你知道嗎 你的新聞前拿出來看 上面是什麼國民身份證 國民身份證那些東西不是公民喔 那怎麼跟綠卡一樣喔 那不可以投票喔 綠卡在美國是不可以投票的 要有公民要有課照 那個人才可以投票 所以你都拿那個 居留證去投票 所以那叫做政治戀獄 你可能會問說一句話 啊 中華民國來台灣那麼久 他怎麼會不會發行公民卡 是的 流氓政府才可以發行公民卡 不可以的 所以你拿那個國民身份證去投票 那違法 所以你選了那個總統 沒有人在信 那就是自己剛才亂說的 因為我們自己 而且這張新聞前 不是我們台灣人自己做的 這張新聞前 是我們台灣民政府去收集 所有的貨品 他的獎品 彎彎彎彎 證明他是 正當當時的 600萬的日本台灣人的後代 我們把資料傳好 相片 用E-mail 傳到美國 做好 之後再再走回來 所以我們這41萬兆 這41萬兆 不是我們做的 這美國做的 在這個 在這個41萬兆 如果我們拿到的時候 美國他就要實施 這個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個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架構底下 一定有一個軍政府跟民政府 民政府就是我們民政府 軍政府他不可能還有中華民國 所以現在中華民國 他要進來 看有就看有 看沒有的人他說 那沒關係 那沒關係 我不知道怎麼會有 三軍總司令部 猜測 他也說沒關係 憲民總司令部 猜測 他也說沒關係 不用做兵 他也說沒關係 台灣人 有這麼厲害 這軍政府 就美軍自己進來 所以我們海軍力戰隊的機子 來在這裡 人家說 軍隊不夠 機身夠 機子已經插在這裡 已經插很久了 還沒有人看過 我也不知道 你這個 台灣這個土地 哪有兩個軍事政府 台灣在你當局 這個下面 建議軍政跟民政 他都包 中華民國的軍政 拿掉他的政府也拿掉了 哪有那個說 台灣在你當局 只關民政 那軍政給美國 那不可能的事情 中華民國的下面 有一個軍政跟民政 如果要走就很會走 他現在先把軍政先殺掉 你剩民政好解決 那美國的阿平哥 如果騎的旁就騎了 他們這些中國人 他就要走 所以不是我們叫他走 是美國叫他走 因為我們是緊急 國際 政政法的原則下 拿到政權 我要說一個 這個 今天要說 我說很快 但這個國書要說給各位聽 我也在一個月前才聽到 就是說 以前那個版本農馬 年紀輕輕 就過往了 但是他在日本老爺一段 很好的一個國書 就是說 他年輕的時候 他把日本的這些武術 都抓到那個道 那個武術說 現在長刀沒時間了 因為 那個長刀 你熄來這樣抓起來 會去鎖到房子上了 你鎖一下賣符了 你用賭下去了 所以他說長刀賣符了 賣符錢了 現在要用地刀啦 地刀用一段 之後人也說 讚 這地刀好 但是地刀用 他說地刀現在也沒有流行 現在流行什麼 流行清 因為你像我剛才 我就拚一下 你就死了 但是又經過一段時間 他發言到一件事 是說 日本這個國家 如果要再強勝 要用國際法 所以 版本農馬會讓人這樣欺負 就是說 他的地費 超多東西 那些武術 我們今天民政府 要拿回來的政權 不用拿刀 不用拿錢 就是用國際政權法 我們就拿到了 這個故事 講完你比較好聽 你如果會記到這個故事 為什麼我們要用政權法 外面有很多人說 民進黨這樣 你衝就拿不到政權 你憑什麼 你這樣 一人人坐在這裡 你什麼政府 你什麼政府 你都自己封刀 這樣就要拿到 沒有我們來外面 我們來高雄 我也開一檔 我也來封 看誰封一個比較多 對不對 是的 我們要封刀 不是我們自己封的 這是美國 叫我們要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當時 聯軍委託 巨戒舊來台灣 那時候六百萬的台灣人 他那時候 帶一千名的公務人員來 所以有的那個 修學沒有比喻的人 他也在做校長 所以以前我們去讀修學 其實老師在說什麼 都像山東槍 什麼槍一大堆 你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畢竟人家是老師 但是經過那麼多年 那當然退休了 但是老了 那些問題 也是影響我們很多 所以我們的公務人員 不是說我們秘書長 想到說 我在總將官 那不是這個意思 所有的政府 是美國人 要求我們要 對我們中央 開始安排 不然你拿政策的時候 你會亂 丹水斌剛才選到總統的時候 沒有他的人 他是鄉鄉去選到的 他首先沒有去補強 所以我剛才跟各位說 你進來的民政府 你一定要想辦法 去找你的朋友 你如果是說 你講不會贏他 沒關係 你網站他講 你補官網給他看 我相信你的同學 你的朋友 你的出名頭位 後面就是你 大小的腳 你現在 已經坐在這裡上課了 你還不去做這個動作 我跟你說 真的沒有三個換人 你知道我給你們一個傳單裡面 有這張 還有頂頭這兩張 還有這個 這張你就沒有了 這張 這張我大家可以講一下 我剛才說的 行政命令就寫在這裡 但是還有一張門 那張門 如果有心的人自己 對中央 這裡找 你看 我跟各位說 這個地方 他幫你 他叫做台灣官府 他就是要跟你騙 騙說 因為什麼叫做官府 我收復國土 所以掌門兩張錢 那兩張就證明說 他都不會說的 你要看 這個地方有比較新的 這也就是一個美國的國旗 民進黨也在慶祝公學節 這個地方還有一張比較新的 這個地方是你國父紀念館 你看 這裡也有一支美國國旗 馬英九好農賓 他怎麼沒看放他的國 這個地方是2012年 九三軍人節 這裡也有一支 好不好 這個又騙 這是要怎麼騙 你如果說 我們是他的一部分 為什麼 當時前排的時候 有兩個 接收單位 照理說 你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的時候 就應該有一個中國戰區而已 怎麼還有一個太平洋戰區 中國 不然你太平洋戰區 太平洋戰區 就是台灣 彙律賓 這個尾滴 這樣有一個尾滴 這樣尾滴 中國他那時候就沒有勇敢了 他為什麼要來打太平洋 他是一路去日本 打在走的人 那叫做 那一句 等一下 有一個人 你講 戰敗的戰勝國 他就完全沒有戰勝 他就戰敗的戰勝國 真好勝 他們都說他們很厲害 最近 你如果有時候 你看那個 中國的聯織宮 他們戰勝 都在聯織宮上面 如果聯織宮 他們都很厲害 但是實際上 中國共產黨 怎麼會打什麼 日本 我這個問題 我告訴你 其實 戰爭 帥 這 軍政府跟民政府 兩條的平行線 不會重疊 是不會去重疊 你看 我說一個簡單的 剛才開始 剛才開始戰敗的時候 美國受權 那個時候是分配佔領 給中華民國 我告訴你 上面是軍政府 美國 在這個階段 在酒精山和平條的生效益 他是變成代理 代理給中華民國 但是在 台灣關係法 就是離開 就是剛才說斷交易 他怎麼繼續 他代理給中華民國 但是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都基於反共 這都反共原則 沒有 但是有一個時間點 剛才EKFA簽那天 EKFA簽那天 代表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 這個流氓政府 跟主帝的政府 和談了 所以和談 就定義不少前了 你不少前的時候 產生一個很重要的邏輯思考 你看 中國共產黨 他是共產主義 美國是經濟主義 你知道美國的第一號敵人 是共產主義 所以 蘇聯瓦解之後 現在的中國 他現在又崛起 他又崛起 他就是主要的敵人 所以 我們在國際反送的時候 我們那個 有你說 死刑包的 他就是要把共產黨包起來 翁山 數據 緬甸 這就是你包起來 所以你看 紀念 他們兩個和談 我 很簡單的邏輯 到底是誰 跟誰吃掉 一定 他們兩個已經和談 國共和談 是誰人去誰吃掉 不可能說 中華民國去跟共產黨吃掉 一定是他去吃掉的 吃掉 美國 跟這時候 沒有任何一條合約 合約 條約都沒有 他還要繼續代理 台灣這個土地 代理給共產黨嗎 所以不可能 他自己 軍事政府自己要進來 但是我們來看民政府 剛才開始 我剛才有說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再來台灣省政府 省政府 叫李政府 要廢審 美國說不可以 所以動審 但是我們2009年 我們夠贏 我們就對 我們民政府 就這樣把它銜接過來 在那裡就走到這裡 我講比較快 就是說 我們這個野內的 這個政政法的流程 我們用伊拉克的戰爭的例子 我講給你聽 剛才開始美國跟伊拉克修正 政書之後 美國在伊拉克成立軍政府 他為了這個當地的人民 他要成立 民政府 民政府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他的國會 議會 所有他們的 這個伊拉克的土地裡面 完全都可以修法 達到和平 的政策 美軍就要離開了 所以你看看 我們沒多久 之前新聞有你說 這個伊拉克 美國從伊拉克撤軍 對不對 你看看 人對這裡跟這裡 走七百年了 結束 結束了 我們台灣跟這時候 六十八年了 在這裡 在日本天皇導航 跟美國美軍要進來這裡 美軍怎麼不進來呢 美軍到這時候怎麼不進來呢 這樣走六十八年了 後面這裡還沒走呢 人民政府才成立問題 還沒拿到政權 所以我們現在免共 可以說是 走來跟這大委 這樣走六十八年 你看有可能嗎 我去 我早上去眷村也說這個 他也不說什麼 可能他也聽不到 我剛才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些錢 早前我有給各位看過 這些錢 就是說你要怎麼證明 當時 台灣是中國 占領的時候 他就已經把這些錢 照理說要拿來台灣用 他為什麼不拿來 原因就是 當時的金塊錢 很清楚知道 台灣這個土地是軍事占領 絕對不是他們說的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黑白港 所以這些錢 早上你們有看過 我給你看看另外一張 你看我剛才有跟你說 這張錢25萬 這是明國三十七年 他三十八年的時候流亡 流亡的人 國內的貨幣一定是貶值 你看一張錢25萬 這應該他的錢 再來 不好意思 我很快就說完了 這個地方流亡政府 要怎麼自己印錢 當時這些錢 美國唯特美國人 但是他已經 這43年 這些錢是43年的錢 他那時候政府 已經變流亡政府了 流亡政府就自己不能印錢 而且他說遷都來台 你也一樣不能印錢 但是金門跟媽祖是他的國土 他那些錢要怎樣 他就把你回家 你看 把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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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回家 把他回家 這是還引起的 這不是開始原本的 這是還回家 你看這你就知道是回家 圖案重疊了 你就知道說 真的流亡政府 他要就地合法 他開始要就地合法 把中華民國放進去 換一些那些人最換掉 這個國書 沒辦法說了 我給你看一個 這個企業 早上我有奔 那個社長的卡片 給各位 我早上有改稅 所以這個條件 我告訴你 早上 你們有看到這張圖嗎 他出海 上面有插一支美國國旗 對啊 這可能是離開高雄港 你外海把它升上去的樣子 這個就是早上 我告訴你 路光十街 這早上 電費這樣 晚上 但是也可以說 這就是眷村 這就是早上 我早上告訴你 我今天把照片拿給各位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我們今天到這裡為止 謝謝各位 謝謝 請客開